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譚德塞9日在記者會上 指控臺灣對他進行超過 三個月的人身攻擊 曾任衛生署駐飛代表 臺灣駐馬拉威醫療團小兒科 主治醫師兼代理團長的 卢道陽認為 譚德塞的這番言論 以違反身為國際公務人員的 職業道德與初衷 他的意思其實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臺灣我不要你 你不要在裡面 你很麻煩 那樣子的運作 把我們抹黑了 接下來他可以更輕鬆的說 反正我不理他 你們不值得我去理會 不把我們當成公衛人在看待 那個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 自中共肺炎爆發以來 譚德塞過度親中的言論 導致疫情失控 引發各國不滿 卢道陽指出 譚德塞與中共當局的往來 已佈局許久 他舉例二零零六年在伊索比亞首都舉行的非洲區域會議 時任伊索比亞衛生部長的譚德塞負責引進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 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候選人陳馮富珍 整個非洲大陸的衛生部長跟一級官員通通在場 那我們的集會 我可以跟你說是在 那個總統 他們的總統那個招待所的那個大聘 跟著他肩並肩站在一起 然後引見這些人 瑞士媒體新蘇黎世報曾指出 為了強化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力 胡錦濤和溫家寶直接向三十二位執行委員拉票 希望以經濟合作 交換支持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 甚至有第二屆連任買票傳聞 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改為大會秘密投票 譚德塞當選後即訪問北京 獲得兩千萬美元捐款 所以這關係是從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密切 中國政府當然在伊索比亞所做的投資非常的大 因為它是非盟的首都 它的投資大到讓別的國家嚇一跳 因為捐贈了整個的會議室 捐贈了整個的那個非盟的運作 當然後來就有醜聞出現了 因為整個辦公室都是麥克風 網路都被卸聽光光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瑋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超人家東北報導 最愛的命 pouvoir 李晶晶 一定我可以拉一點 陀рей